一杆星马曾有一个国家靠着鸟粪便赴的流油 这是位于太平洋上的岛国脑路 每年这里都会吸引无数只海鸟到此拉屎 常年的累计地表80%都被一层鸟粪覆盖 这些恶心发出的粪便却富含磷酸盐 磷酸盐又是天然有机的化肥材料 正是靠着鸟粪让这里曾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天色还没亮的时候 宽工们就已经穿戴好装备准备开始一天高强度的工作 他们靠着收集鸟粪来养家糊口 全程没有任何现代化的装备 唯一的高科技就是一台打卡机 徒手收集鸟粪是一件风险极高的工作 工人们借着微弱的灯光靠着一把锄头不遗余力地开采着 鸟粪里含有大量的暗器 四笔的气味加上开采是飞扬的尘土颗粒时刻在威胁着人们的健康 而他们基本没有任何防护设备 包工头为了吸引更多的工人 不惜开出两倍的工钱 人们完命的工作一天也就只能赚到大概50人民币左右 即便如此许多人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拥命换钱 生活的不易坚定着他们登岛的步伐 每天每个工人要开采将近50吨重的鸟粪 这些鸟粪里富含大量磷酸盐 是天然有机的化肥材料 每年数以万机的海鸟会涌向此地排泄 多年的时间地表上已经形成又厚又硬的鸟粪层 开采的同时时刻威胁着人们的健康 但正是这些鸟粪也给了他们难得的就业机会 由于不能采用机器施工 人们就只能用围巾捂住口鼻尽量避免吸入过多的羊尘 海鸟在迁徙的过程中会将皮虫带到鸟粪上 工人们稍有不注意就会被皮虫叮咬 严重是甚至会危及生命 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人们干上几年 就会给肺部带来永久不可逆的伤害 可他们却别无选择 曾经这里靠着鸟粪 让人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可由于无节制的开采 以及政府的一系列奇葩操作最终导致破产 为了让工人们能够多干几年 工头会象征性的提供一些简单的防护面罩 可这些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工头根本不会关心他们的健康 为了生活人们又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埋头苦干 刚开采出来的鸟粪夹杂着很多羽毛 工人不仅要开采还要对鸟粪进行过滤处理 用筛网过滤后的鸟粪会变成细腻的粉末 不需要加工直接装袋就可以进行出售 每个人在干活的时候不敢有丝毫懈懈 50斤中的鸟粪工人们扛在肩上剑步如飞 只有搬得越多才能得到更多的报酬 他们从不抱怨 肩膀上扛着的更是家人的希望和未来 在经过整整12个小时的忙碌后 这些工人收集了将近1000吨的鸟粪 他们燃烧自己的生命和未来换来的 却是老板不断累积的财富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工人们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 由于岛上没有淡水 就只能靠运输船每周定期供应 而每个人每天只能分配事物生 所以要想尽办法合理利用这些珍贵的淡水 咬粪残留在身上会侵蚀皮肤 所以人们把淡水资源大部分都用在了洗澡上 洗澡的时候他们会把衣服放在下面 身体上的泡沫就能顺着流到衣服上 这样就算洗衣服了 难得的休息时间 理工人们也会选择自己的娱乐方式 为了改善伙食只能自己去海边垂钓 如果运气好的话很快就能钓上一条 夜晚跟朋友聚在一起简单做个烤鱼 喝口饮料 彼此谈谈未来的打算 也只有到了夜晚疲惫的身心才能得到短暂的放松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地方只能日复一日的玩命苦干